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這一集主要是要介紹的是 微信的電解解鎖 然後有公佈一個消息在10月13號 那這個公佈的消息是俠客職業情報 那在介紹之前呢來宣傳一下 大師自己有創一個LINE的社群 然後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連結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跟底下留言 然後你掃進去這個社群之後 輸入密碼3345678 然後就可以跟大師我還有裡面的觀眾朋友 一起討論以後天地結所有的一些攻略跟玩法 當然也不限於一定要天地結所有啦 你要討論一些簡單遊戲其實也OK 就是這邊是一個歡樂的小天地 好那我們宣傳到這邊結束了 對了然後LINE社群是不會有你個人LINE的隱私 你的原本的名稱跟你的大頭照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主要要講解的 今天要講解的題目 不是題目啦 內容啦 好等我一下下 圖片 OK好 好 今天這一 呃微信這個公佈的主題啊 主要就是天地結所有主要的這個職業情報 那不免俗的所有還是創的這個職業啦 好各位少小好 大師兄職業研習課堂繼續開課啦 那第一期狼目中呢 講解了咒詩這個職業 帶各位領略了一番華麗的咒術 而今天大師兄要講解的職業呢 則是劍術的最佳代表 最佳代表 俠客 所以之前有講過咒詩喔 好 我們之後再來錄一集 好俠客 俠客應該就指硬劍品吧 俠客多為劍術奇才 以劍為兵的精通劍法 亦有人善使用騎兵 有所大成 他們一般擔任團隊中的近戰輸出 迅捷且威力十足的近戰武學 是他們拿手好戲 那夏侯儀算是俠客嗎 他有那個特殊的武器 鬼爪 那個爪 好 比較特殊的就是我們的主角位慈良拉 手中的冰刃天璣此可做技巧工具 亦可生長變形化為御敵力氣 配以生法招式 潛力無限 天璣節的世界觀中 做法序的天生物性 而劍術則人人均可休息 故以江湖多的是 以劍術文明的門派 各類劍法百花齊放 論劍切磋也成為了一種 瑕士會有的形式 路門義精通藍 以劍法名門天玄門為例 門中有傳輸中的 天液五劍之法 更有無上劍法 以劍氣欲敵 能達到此精進的人卻寥寥無幾 為了讓角色覺醒的展現更具有武俠感 天液節優成在林手遊中的角色 每一個動作都經過精心設計 只為了將招式呈現最佳視覺的效果 好 踏步斬 哦呦 這個 這個是新的 第一次公布 還不錯 可是有必要踏這一步嗎 跳高之後再蹲去砍 有必要嗎 好 以一劍瓶技能踏步斬為例 先前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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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攻向敵人 在敵人防禦剛剛擺好之時 踏入空中輕點一步 至上而下弱劍破離 以武學每招每次的細斜入手 以求將劍法武學展現的零零盡致 這是幻劍 幻劍 天液節系列中多的是關於俠客的故事 兵離戶愛人 戶愛人捨面施膽 事件之矣 這種陷入層層包圍來 絕翼一人對看中原群毫 讓人動容 至古俠客情欲是非多 修建亦是修心 這是周崇諸號這兩個白木 這是在龐沙堡 龐沙堡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有印象了嗎 然後被那個那個誰 食人公兒那些人阻止了 好 在天液節幽城佔領的索遊幽黃測試中 將會有六位獅子俠客的角色能掌握 哇六位 炎系 炎系俠客 OK這麽就確定了 的確是炎系 炎系的角色 英劍平 說到善劍術的俠客 第一個就會想起 英劍平 下地界取久於天存劍 也是天群們當代唯一能掌握 天獵五劍的地址 一招飛星神劍出手 彷彿能看到劍之殘影 後有萬劍落下 鮮有敵人能從此刀 此刀下安然無恙 好這個是第二版的飛星神劍 是蠻華麗的 但我比較喜歡第一版的 OK好再來 雷系俠客 魏池良跟黃捕生 兩位雷系俠客魏池良使用天璣池 而黃捕生使用的是雙頭蛇刃 都是非常劍之俗 魏池良善技巧之處 手中天璣池一能變化出各種樣式御敵 配十輪之翼的加持不容小覷 而黃捕生一套移行劍法則是大開大合 雙頭蛇刃旋轉五弄破力十足 這個是什麼 巨子之之欲 畫面是不是有點偏調 沒有吧 應該看起來沒有 好 好移行劍法 我這應該也是 我第一次看到 為什麼覺得鈍鈍的 OK好 喔有一個新角色喔 喔 原來這是你喔 你差太多了吧 我忘記這個字能念的 鷹 鷹什麼 查一下 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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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色是不是 鷹色 不是你跟以前差太多吧 OK 等會羅侯創造的生命 初代鷹色 所以在外型上等 本方面不如冰裡 但也完美 卻擁有更為凶狠的劍術技巧 驚艷的農貌 少有表情變化 意思是堅定且冰冷 映照在兩人的劍術上 意思如此快速且迅猛的了解敵人 不是這改太多了啦 鷹色呢 鷹色就是因為當初不像 太像羅侯城的人了 就是他不像人界的人啦 所以才列為失敗品 所以他後來才又創造霍庸跟冰裡 不過沒關係啦 不過這個是蠻特別的 改成這樣就是蠻意外的 好 OK 普通攻擊 哇這是鷹色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他的GIF圖 為什麼我覺得比冰裡還好看啊 在幽城當中啊 我記得我打鷹色的時候 還蠻難打的 這次的情報好多喔 暗系俠客啊 這個周蟲 終於終於出現了這個周蟲 周蟲的劍術天賦實力 能挑不出什麼毛病 可惜人心太壞 但劍法上也帶帶著一股邪氣 若是把這份力量用於正道 他可不會止步於此 迅謀一劍 只擊要害 敵方要害 殺法痕啊 這暗屬性與俠客之名 倒也是很符合他周蟲 巨星飛劍 嗯 為什麼就覺得看起來很弱弱的 OK 通過大師兄以上的講解 不知道大家對俠客這個職業是否更深的了解呢 後續大師兄還會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內容喔 OK OK這邊下一期希望被介紹的直接是什麼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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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再去錄那個咒勢 喔 音色長這樣子才是讓我滿意外的 我以為會仿造幼城那樣的樣貌去做 還差蠻多的 不過他的那個 攻擊招式還蠻 蠻不錯的 OK好 那這集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頻道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囉 掰掰